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从这个造型上好像就有很大的区别 你看这一头红发染的 反正这张专辑确实从第一张第二张来看的话 造型上是有一点突破对我自己来说 然后也是尝试了一次就性感吧 已经拥有指望 暖心 伤不起等多首金曲的聊善歌后 郁可维已经逐渐成为新一代华语情歌女生代言人 这次新专辑主打歌《顺利是小》的MV 更是突破以往保守风格大走复古性感路线 演唱事业如火如荼的可维 有没有想过触电做演员呢 其实我有想过如果可以有一个角色可以挑战的话 我还其实还蛮想尝试的 因为每一次演戏这样的东西都是在我的MV里面去 我觉得有一点不过瘾 对对对 如果有机会你最想挑战的角色 什么样子的呢 应该是女杀手或者是女疯子之类的 就可能人物性格鲜明一点的人会比较好玩一点 一直喜欢自我挑战的可维 演艺事业也是一波多辙 和大多数爱唱歌的年轻人一样 可维参加了无数场大大小小的比赛 但最终都以失败收官 为了继续唱歌 她驻足酒吧 为了坚持梦想 她倔强地不顾家人反对 陈夫妻十年 于可维终于在09年的选秀舞台上 斩入头角 然而在比赛中 锋芒毕露的她竟然止步三强 引发选秀史上最大的黑幕争议 银白过后 这个用灵魂歌唱的单纯女生 被滚石唱片收纳齐下 并绚烂发声 迅速抢占华语市场 可以说 于可维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她靠的只是一份对唱歌的热爱 我觉得我会一直唱 然后唱到我唱不动为止 对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唱歌 就是我觉得我生下来 就是为唱歌而来的 为我开而生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哪怕是我 就是样子已经不再好看 也不再也不再好看 然后就是 只要还能唱得动 我就一定会唱 心中有爱才会继续 心中有爱才敢拼搏 郁可维就是凭着这份爱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御式情歌 打造了一片盛满歌迷郁金香的 御式天堂 然而平时习惯安静唱歌的郁可维 私下却也是一个蹦跶的模仿达人 特别善于模仿 那个我听说模仿过什么张绍涵啊 孙燕之啊 都非常的像 最重要的还是模仿过宋丹丹 你怎么想的 没有就好玩 你现在后悔模仿宋丹丹吗 不后悔啊 就是你不会把路走成星星路线吗 应该说太屁一条 那你现在还建议跟我们模仿一下宋丹丹吗 建议 建议 我们其实那宋丹丹 我们在别的节目上我们也看过 那我们的翻天呢就是看看 可维有没有 最近有没有新的这个对象 模仿出来 来跟我们这个独家爆料一个 啊 好啊 就最近蛮喜欢学那些就是 扫着比较粗的唱歌 现在就是要去装生一场歌 然后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首非常火的歌 就是没那么简单吗 黄小虎 对 哇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来掌声欢迎黄小虎 那么简单 就能找到 聊得来的伴 尤其是在 看透了那么多的 背叛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视力相爱确实不容易 娱乐圈的女明星 要找一个靠谱托付终身的人 更是男上加男 视野刚刚有所起步的可为 又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觉得黄渤很帅 我很喜欢就是有才华的 然后有 对 幽默也是一点 然后我 我觉得我非常容易会被这种人吸引 对 还有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性 然后上进吧 对 那你现在找到这样的人了吗 没有 那你家人会不会催你啊 会不会 不会啊 爸妈不着急吗 不着急他们 不着急啊 反而我觉得我 我自己 我自己不急的话 他们就不会急 那我们也祝福可为 然后也希望呢 这一张专辑 失恋事想能够大卖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 这个音乐梦想路上 能够越走越好 谢谢可为 谢谢 采访了很多明星 可谓算不上是最耀眼的一个 但他绝对是最真诚的一个 他有些安静 有些慢热 但说起唱歌时 他脸上泛起的笑容 足以让我感受到他的幸福 在这小小的幸福里 藏着一份大大的爱 就是这样一个 简单爱唱歌的预可为 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所以还在继续追寻梦想的你 请保持心中那份最初的爱 总有一天 你会预可为一样 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